今天我决定打造一把弓箭 有了弓箭我就可以远距离对鲨鱼进行攻击了 OK 完成 这弓箭还不错嘛 好了 造好的弓箭我交去小岛收集物资了 最近实在是有点缺木板和种类 所以我得砍上几棵树 对了 我突然有个好想法 那就是在我自己的木筏上吐回来种树 这样我就会有冲刺的木板和种类叶了 但是种树销的土盆一定非常大吧 我得给木筏上好好的研究研究 好了 我造了一个大土盆 用来种树应该没有问题吧 瞧这个土盆非常的大 看来种树也是清新松松呀 这大土盆也太大了吧 占据了我的木筏不少的空间 行吧 现在我先剥下树种 然后静静的等待它长成就可以了 种完树后我决定再种点小甜菜 最近吃肉吃的太多了 太腻了 得吃点甜菜补充补充维生素 种完之后再浇点水 这样很快甜菜就可以长成了 吃我一毛 这个鸟儿好警惕 我去 这可恶的鲨鱼又来了 吃我一毛 终于把它驱逐走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鲨鱼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杀死一条 来一条 而且还经常的攻击我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呦呵 这臭鸟儿来偷吃东西 这不是主动送完门的加肯吗 嘿嘿 甜菜也成熟了 把它们收集起来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我要吃个烤土豆当晚餐 然后再喝点水 现在又要睡觉去了 祝大家晚安啦